2015年5月,在郑州市二七广场友谊商场的强缝中,惊现了一具已经发黑的女性遗体。 身亡的女性是一位清纯可人的美女画家,她还有一个富二代男友,可以说是爱情事业双丰收, 但翻看她的社交账号却有着非常多的大尺度性感照片,和她本人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 警方在调查后发现,这位美女画家的私生活,并不如外界看到的那样光鲜亮丽。 2015年5月20日,这天本该是情侣们一起庆祝的情人节,可惜天宫不作美,这几天的郑州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。 就在这个时候,郑州市二七广场友谊商场的负责人发现,大风将商场的一面广告牌吹破了, 于是为了确保第二天的营业不受影响,负责人请了一群维修师傅们,让他们在21号的清晨开始了广告牌修复工作。 然而当修补师傅们刚一靠近广告部时,他们突然被一股刺鼻的气味呛得几乎无法呼吸,纷纷用手捂住了鼻子。 一开始工人们怀疑,可能有死老鼠掉进了广告部里,所以才会发出恶臭。 但由于这股刺鼻的气味实在太大,所以工人们就开始考虑别的可能性。 于是工人们派出了几个胆子大的人,走到了广告部中间查看情况。 然而正当他们准备将破烂的广告部换下来时,他们却发现,在广告部背后的墙缝里赫然卡着一具女性遗体。 这具遗体被树脂卡在30厘米左右宽的缝隙当中,她的身体已经僵硬了,浑身散发出阵阵难闻气味显然已经开始腐化了。 这个场面吓坏了在场的工人们,于是他们赶紧报了警。 警方在赶到现场后,发现女子所处位置空间非常狭小,她仍无法顺利进入。 所以警方赶紧通知了消防部门,尝试用工具对部分墙体进行破拆作业。 在经历了五个多小时的破拆之后,直到当天下午三点半, 众人才合力将女子从缝隙中取出并用云梯台下。 随后警方便对遗体进行了简单的检查。 通过检查警方发现,遇害的女子是长头发,年龄大约在20岁左右,虽然她的遗体已经发黑。 但从面相上能够看出来,女子生前是一个面容娇好的美人。 现场有名商场的保安说,从女子所处的位置和商场的布局看, 她很可能是从10楼一家宾馆的房间里坠落的。 由于在整个过程中,现场有近千名居民在围观, 因此即便警方迅速将遗体拉离了现场,可消息还是传得很快, 不仅郑州全程皆知,还引起了众多网友关注。 渐渐地民间开始流传起了一个说法, 就在这具女性遗体出现的那段时间, 当地有个叫刘源的女画家,已经有近一周围露面。 由于刘源平时在社交圈极为活跃, 所以她的突然失踪显得极为反常。 加之刘源与遗体长发20多岁的特征吻合, 所以有人怀疑这名遇害者就是刘源。 而在另一边,警方在经过一番调查后, 确认了死者就是突然失踪的刘源。 然而尸检报告显示,刘源全身上下没有外伤, 尸检也无中毒迹象,符合高楼坠亡特征, 而作为藏尸地点的商场墙缝。 除了后来消防取走遗体时弄出的痕迹外, 并没有其他移动痕迹。 这让警方排除了有人将遗体塞进缝隙的可能性, 因此卡在墙缝里的刘源,很可能是自我了结。 不过警方仍然感到疑惑的是, 这位还在大好年华的美女画家, 为何会匆匆结束自己的生命呢? 然而一个富二代紧接着来到了派出所, 并向警方坦白了事情的真相。 谁也没想到美女画家隐蔽的背后, 居然隐藏着这么多的爱恨纠葛。 刘源是一名郑州当地有名的美女画家, 由于刘源在创作方面十分有才华, 再加上他的外貌漂亮清纯, 所以刘源在艺术圈里拥有极高的热度。 在2014年的一次画展上, 刘源认识了一位名叫红国人的富二代, 红国人对刘源可谓是一见钟情, 所以他立刻对刘源发起了猛烈的追求。 由于红国人也算得上是一表人才, 再加上家境十分英识, 所以刘源也渐渐被对方打动了, 于是二人在一个月之内就成为了恋人关系。 红国人对刘源很好, 他才大气粗出手阔绰, 对刘源的要求几乎也是百依百顺有求必应。 不过让刘源万万没想到的是, 红国人有着一种特殊的癖好, 那就是他热衷于让刘源穿上各种性感且暴露的衣服, 并让他摆出令人浮想年篇的性感姿势, 之后还要为他拍照留念。 不仅如此, 红国人还要求刘源把这些照片发到网上, 刘源一向以冰清玉洁的纯真玉女形象示人, 是大家公认的乖乖女, 因此刘源自然不愿意发这些私密照, 于是红国人劝说刘源道, 你长这么漂亮就应该让人欣赏, 然而刘源还是不愿意, 他问红国人, 你让我发这些就不怕其他男人打我主意, 没想到的是, 红国人居然回答, 我就要让他们看到得不到, 让他们羡慕我。 为了让刘源主动发布自己的性感自拍, 红国人给刘源灌了不少迷魂汤, 最终刘源也只好妥协, 开始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这些照片, 刘源的这一变化吓坏了他的朋友们, 他们纷纷来问刘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 于是刘源只好将红国人对他提的要求, 如实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们, 然而刘源的朋友们在听闻此事后都大吃一惊, 他们推断红国人并非真正喜欢他, 而是将他当作了自己的玩物, 于是他们劝刘源早日和红国人断了关系, 去找一个真正尊重他的男友, 所谓旁观者倾当局者迷, 刘源并没有听从朋友的善意劝解, 而是执意和红国人保持着恋人关系, 渐渐的刘源就在这段关系中越陷越深, 但红国人却恰恰相反, 他与刘源交往的真正原因, 确实是因为与刘源这名年轻貌美的女画家交往, 对他来说是一件有面子的事, 而他强迫刘源发布自己的私密照也是为了彰显他的权力, 很显然刘源和红国人对他们的恋情有着不同的定义, 这也导致他们之间暗藏的种种矛盾很快就显露了, 然而点燃他们矛盾导火索的, 却是刘源肚子里的孩子。 原来刘源在与红国人交往的过程中, 怀上了红国人的孩子, 刘源本想母平子贵借着孩子逼宫, 让红国人把他娶回家, 但他没想到的是, 红国人对他只是玩玩而已, 红国人从来没想过要跟刘源结婚, 于是得知消息的红国人坚决让他去做手术终止怀孕, 为了这件事, 两人曾经吵过好几次假, 直到最后红国人放了狠话, 红国人说, 如果刘源选择去做手术, 他可以给刘源50万作为补偿金, 但如果刘源非要一意孤行的话,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。 在听到这句话之后, 刘源顿时心如死灰, 他找到了闺蜜杨雅倾诉, 说自己舍不得肚子里的孩子, 但杨雅还是劝他趁此机会看透红国人的心, 打台拿钱之后就直接和他一刀两断, 在漫长的谈话之后, 刘源清醒了过来, 他最终决定去做手术, 在刘源做完手术后的第四天晚上, 刘源将红国人约到了宾馆, 在此之前他们就曾多次在这里私会, 在房间里, 刘源给红国人递了一张医院的单子, 说自己以后再怀孕的概率极低, 很可能再也做不了母亲了, 于是他希望红国人能为此负责, 但红国人却会错了意, 红国人以为刘源还想要钱, 于是他说可以再给刘源打50万用来调理身体, 实在不行他可以以后去领养孩子, 而领养的费用他也会负责出, 在听了这些话之后, 刘源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歇斯底里的与红国人争吵, 而是陷入了沉思中, 在久久的沉默之后, 刘源同意了红国人提出的解决办法, 但他也希望红国人能再陪自己最后一晚, 于是红国人答应了刘源的请求, 二人就这样再次度过了一个甜蜜的夜晚, 然而当红国人睡到半夜时, 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枕边空空如也, 于是红国人立刻起身寻找刘源的下落, 却发现刘源就坐在窗台上, 面朝窗外背对着红国人, 红国人吓了一跳, 便大声地喊刘源离开窗边, 然而刘源只是回头静静地看了红国人一眼, 便决绝地离开了, 当人们再次发现刘源的时候, 他已经卡在了商场的墙缝里了, 在听过了红国人的供述之后, 警方对他供述的内容展开了调查工作, 很快警方找到了红国人给刘源打钱的银行流水, 还找到了刘源在医院做人流的记录, 由于刘源身上和案发现场都没有打斗痕迹, 所以警方排除了红国人推刘源坠楼, 或是先谋害刘源再抛尸下去的可能性, 在审讯室里, 红国人的面色十分憔悴, 红国人告诉警方, 在目睹了刘源当着自己的面坠楼之后, 他不敢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, 但他还是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, 一闭上眼, 红国人就感觉刘源站在自己的床边面带怨恨地盯着他, 直到刘源的遗体被警方发现了, 他才放下心理的重担, 前来警局自首, 这些消息在被媒体披露后, 红国人的所作所为让许多人感到极度愤慨, 他欺骗了刘源的感情, 哄骗刘源发布自己的私逆照, 并最终逼迫刘源打掉了自己腹中的孩子, 红国人堪称一个不折不扣的渣男, 是他的不负责任导致了惨剧的发生, 一时间大家都开始纷纷谴责红国人, 然而从法律角度来看, 红国人的所作所为并未构成犯罪, 所以警方也没有为难他, 而是在了解完情况之后就将他放走了,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, 红国人的渣男行为还是导致了两条人令的消逝,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讨论, 这里是迷雾调查组, 我们下期见!